首先我们的头条来看的是中国大陆连续两天 本土的确诊是零新增 再加上农历年节控制住疫情 所以中国大陆这几天返乡做检测的人明显变多 为了消化庞大的检测需求 中国大陆国家的卫健委允许 疫情风险较低的地方 可以用十人医管混减的方式 加快筛减的速度 而澳门在今天开打了新冠疫苗 行政长官带头打 那么澳门第一批十万剂的疫苗 是中国大陆国药集团的新冠灭火疫苗 第一阶段优先打的跟各国一样 都是医护警销抗疫前线人员 而一般的澳门人从2月22号开始接种 全部费用全面 澳门开打新冠疫苗 第一阵就由行政长官贺一拳带头施打 接着其他官员陆续接种 中央大力支持大家看到 澳门我们现在都是算比较早可以拿到 我们订购的50万剂的药苗 已经来了10万剂了 那么在这个月底我们会倒入40万剂 何宜成感谢北京中央 赶农历年前先送来 十万剂国药集团新冠灭火疫苗 63岁他即使超过了这款疫苗 施打年龄上限59岁 仍亲自上阵力挺 目前澳门接种计划分为两阶段 优先施打人群包括医护警销等前线抗议人员 一般市民则从22号开始施打 费用全面 而在澳门的外地人要施打则需自费 每季280澳门元 约合台币980元 今年没有本土确诊的澳门 对接种疫苗意愿还是很高 原因在于在疫情冲击下 让澳门来以为生的观光和博彩业陷入危机 去年9月大陆虽然开放与澳门通关 持基电链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能免隔离 但去年一整年澳门博彩业收入604.41亿澳门元 产跌近8成 澳门想借疫苗加速博彩业复苏 至于香港采购的三款疫苗中 只有德国医药公司的BioNTech 获准紧急使用 预计2月底到货 另外采购的大陆科兴疫苗 还得等香港疫苗专家顾问 收到临床三期数据资料审批才有机会开打 而在中国大陆农历年前疫情平稳下来 连续两天五新增本土确诊 停摆了一个多月的河北石家庄火车站重新开通 疫情警报解除 各地为了返乡做检测的人潮出现明显增长 大陆国家卫健委甚至允许除了疫情高风险区 必须严格落实单人单管检测外 其余中低风险区可以分别以五合一 十合一混检方式加快做检测 大陆专家给出最新春节防疫指南 提醒春节亲友团圆 但不要过度群聚 谨守防疫就怕过度松懈 过完年后疫情出现反弹 TVBS新闻综合报道